我从来没想过住个民宿 会遇到这么恐怖的事情 房东太太的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斑驳的皱纹和浑浊的眼睛 在微光的照耀下 透着一分诡异 你在床底下做什么 他苍老的声音带着嘶嘶凉意 你吓到我了 我从床底下爬出来 故作淡定地说 刚才我听到这房间有动静 以为是老鼠 忍不住进来瞧瞧 我知道我的借口有些牵强 房东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 他突然凑近我 声音充满了令人浑身发毛的粘腻感 小姑娘 胆子太大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僵硬地冲他点了点头 房东突然咧嘴笑了一下 山里寒气重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忙不迭地点头 向门外快步走去 尽管我没有回头 却依旧能感觉到房东还在盯着我 刚走出房间 我发现那具女士竟然凭空消失了 猛地收住了脚步 心里的恐惧一浪高过一浪 身后房东突然开口 这个是老房子了 晚上千万不要乱跑 她的语气里尽管带着一丝笑意 可我几背却阵阵发凉 我打了一个机灵 快步跑回房间 用力锁好房门 戒备地看着门口 小燕一脸茫然地问 娜娜 发生什么事了 我强压一下心底的恐惧 催她赶快收拾行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看到的那个窗前的姑娘 根本不是人 是具尸体 凶手很有可能是房东 更可怕的是 她好像知道我发现了这个秘密 我颤抖着声音说 小燕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娜娜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离开这里 越快越好 小燕险些哭出来 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和小燕收拾好行李后 我竖起耳朵不停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直到一楼传来踢她的脚步声 和隐约的哈欠声 紧接着是开关门的声音 她应该睡下了 我压低声音对小燕说 小燕和我对视一眼 我捏手捏脚地打开门 小心翼翼地提着行李走了出去 我们不约而同放轻了脚步 生怕惊动房东 终于到了一楼 前台近在咫尺 房东并没有坐在那里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拉着小燕直奔门口 突然间一个人迎闪了出来 挡在了门口 你们是想退房吗 一个陌生又沙哑的女生突然响起 我和小燕都吓了一跳 看到她长相的时候 我的眼睛瞬间瞪大 恐惧已经达到了极限 因为眼前的女人和窗前的那具尸体 长得一模一样 她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偷偷打量着她 并没有说什么 猛地拉着小燕就往楼上跑 你们不是要退房吗 好什么 难道我会吃了你们不成 女人阴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就像是催命的符咒 紧接着 女人也追了上来 她的名笑一直在耳边回道 我不敢又片刻地停歇 发了风似地跑进一个房间 就在我准备锁门的刹那 一只手用力抵住了门板 那双邪恶的眼睛死死盯着我 不是告诉你们 不要乱跑了吗 女人力气大的惊人 门缝一点点变大 就在我以为自己会成为她的盘中餐时 女人突然爆发链声惨叫 紧接着将手抽了回去 是小燕 她用拖把砸在了女人的胳膊上 就在此刻 我赶紧关门反锁 又将沙发抵在门上 我们摊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个气 门外的女人依旧在疯狂地叫嚣 谁到底是怎么回事 会有人死而复生吗 我却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 不对劲 这个声音怎么和房东一样 对不起 没有 是啊 感谢观看